中東出大事的觀眾朋友 黎巴嫩還沒有完全從BB Call 對講機同時引爆的驚魂 抽離開來 居然昨天晚上 又面臨了18年來最嚴重的空襲 以色列發動了猛烈轟炸 500人死亡近2000個人 輕重傷 更嚴肅的訊息在後面 美國第一時間宣布增援 現在林肯號航母 已經在阿曼灣 滅國神器喬治亞核潛艦 更在中東不知名的海域待命 以色列參謀長更新預告 會不斷的加強攻擊 炸到真主黨聽懂為止 居然哥大家一直在講說 以色列這一次是不是踩到了紅線 踩到了黎巴嫩的紅線 為什麼 我們這邊講到說 這是20年最血型 為什麼 你說 宇雪 看起來還好 654打擊 1400多個煤彈飛彈 1300個目標 500個死傷 1600個傷亡 這聽起來還好 居然哥錯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些人裡面一大堆都是平民 這才是最重要的重點 這個是 你就犯到了道德的底線 對 但為什麼以色列會這樣做 我跟各位講 他有一個理由 這個理由就是因為黎巴嫩很清楚 只要你傷害到平民 你就會觸犯到包括國際上的法則 跟國際上的紅線 所以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把所有的彈藥庫 武器 飛彈 你知道放在哪裡嗎 放在哪裡 就跟平民放在一起 我通通放在平民家 放在平民附近 你抓了很多的人又盾牌了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場景 比如說一個公園 小朋友在裡面玩 然後有這個輪胎對不對 玩一玩就小朋友跑一跑之後 旁邊一枚飛彈放在那邊 就這種狀況 那我就問你 那以色列是要打還不打 他決定打了 他就不管你 我知道你就是用人肉這一排 給我來這一套 不要用道德譴責我 不好意思 我就是站在紅線裡面 我就站在紅圈裡面 我不管你道德 所以說我很講 這雙邊都已經槓上 根本就沒有辦法往後退 沒有存給的空間 沒有存給的 對 所以你看美國只能做什麼 沒辦法 我當你也要背槓 投襲下去了 五小大家就說我來 我還聲援 那你看拜登說什麼 不支持以色列跟曾祖堂 衝突擴大 但你沒辦法 雙邊現在已經真的 徹底槓上了 只會越捲越深 所以他只能在後方當後盾 這個後盾它有兩種意義 第一個 我當然同時也是看著以色列 我當著以色列的巴庫 我把林肯浩也放過去 我驅逐艦也放過去 我Troger我也放過去 核動力險艦我也放過去了 但是我不跟你講 我的人在哪裡 為什麼不跟你講 我的人在哪裡 我會讓你 黎巴嫩會害怕 黎巴嫩就不知道 很有可能 我如果說全方面的攻擊 全方面戰爭的時候 美國會介入出手 所以當你看到美國這樣做的時候 你以為他是說 我就跟小時候停止的 對不對 我停止以後 其實也不是 他是全面的 希望雙邊能夠 二子之間衝突的溫度 二子之間衝突的規模 至少不要掩發成全面性的戰爭 好 剛剛從這一題一開始 宇軒帶我們看見 就是很遠的視角 你看到是遜狀雲 你看到都是遜爆的那一種爆炸 我們要帶您進到地面 跟著黎巴嫩 跟著被魯赤的市民逃難 他們 我就講 生命都是平等的 眾生都是平等的 他們才歷經了VP擴金魂祭 現在還沒有結束 居然就來這一次 對 就像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各位 我們看到那種大爆炸 火光 大場面 你都覺得沒什麼大不了 但你要想想看 如果是發生在郊區 如果是發生在市區 如果是發生在你家隔壁的鄰居 那個既視感就不同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黎巴嫩 全面的居民都在做 收到一個撤離電話 就說請你們遠離真主黨 各位 你這樣就聽懂了對不對 為什麼叫他們遠離真主黨 所以真主黨在哪裡 就在他們旁邊 滲透了他們每個空間 所以現在事實上是全面的希望 這些黎巴嫩的居民趕快撤離 趕快逃亡 你說逃亡 我跟你講 這以色列可以讓他逃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整個你到時候變人肉盾牌 你留在原地 我要打擊的時候更麻煩 更複雜吧 我讓你跑 所以他就說什麼 這撤離電話 我就想說搞不好 以色列也有在當 以色列打的 以色列打的 是當扮演角色 因為黎巴嫩不可能叫他撤離的 不要誤會 曾主黨不會叫他們撤離 他需要人肉盾牌 曾主黨說趕快 趕快 把我包住 把我包住 你當我的人肉盾牌 所以你看我撤到這種程度 整個交通大打結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以色列做到什麼程度 現在以色列已經講了 你不要說不叫而殺位之爵 我已經跟他說 丟你們快送 你們沒送給我撞到 被我炸到 悶得沒辦法 那就算你倒楣了 他直接說 不好意思 我們會炸到曾主黨 聽懂為止 這什麼意思 因為曾主黨現在很顯而易見 沒有要往後退 包括他們的庫存彈藥量 可能就是5萬 10萬 數以萬計的 非常多龐大的軍火量 跟彈藥量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我要確保 我們以色列北部的居民 可以安全的回到家 因為你知道黎巴嫩 本來就是靠以色列北邊的 所以如果你持續的侵犯 持續的進攻 請問一下以色列的居民 回不回得去 回不去 回不去 因為你火線彈 我們一直在打 沒錯 各位你不要以為 只有以色列打黎巴嫩 黎巴嫩也是持續的 一直不斷的上擺 一直在攻擊以色列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你只要再攻一次 你只要威脅到 我居民的安全 我跟你講 我絕對會持續詐序 而且詐到你會怕為止 好 我們看到了 在這一場的 可以說18年來 最驚悚的護轟過程 這個陽台的現場直擊 是我所有看到 最驚悚的一刻 對 所以這就是以色列軍 回不了家的原因 各位我們再看一次 剛才那樣的畫面 你想想看 這是你家外面 然後你原本以為是放煙火 結果後來發現不是 是黎巴嫩真狀打來的飛彈 然後我們的鐵熊鏡桶 就不斷的在攔截 不斷的在攔截 不斷攔截 對 的確都攔下來 攔下來你覺得跟煙火一樣 好漂亮 好開心 那我就問 如果有一枚沒有攔到 那就打到我的窗台了 如果調到你鄰居 調到你社區 是 那請問一下 你還敢住那個家裡面 馬上撤走 對 所以這就是參謀中所講的 我要打到你聽懂 我要打到你讓我的居民 有辦法回家 因為當你還持續的 不斷在攻擊的時候 所以他們只能發布什麼 紅色警報 這18年來首次 你真的已經很久 沒有發布紅色警報 代表說我們的本土 我們的領土 我們的國內 已經遭受到有安危上的問題 但是事實上有安危有誰 不是 你不要以為 發飛彈那一方就一定安全 現在連誰 黎巴仁曾組長 發飛彈的都很危險 結果你知道什麼嗎 為什麼危險 我就會被人家打死以色列 迴力不要飛彈 你有沒有聽過 黑科技 你飛彈打出去 結果你現在看到了 他會轉一圈再迴力 有沒有 回馬槍 會甩尾 這是被以色列動手腳嗎 你BB Call可以動手腳嗎 對獎機可以動手腳嗎 那我就問 飛彈為什麼不能動手腳 所以黎巴仁現在嚇死了 為什麼 飛彈打出去之前都要先撤退 因為打出去之後 很有可能飛彈被滲透了 反過頭還炸我 跟威力標一樣 所以你就知道 整個以色列滲透到黎巴仁的程度 是細思極恐 18年來最驚悚的空襲 打到黎巴嫩更像是人間戀獄 你要知道 他曾經被形容是中東的瑞士 小瑞士 多麼疑人疑居的地方 為什麼變成了人間戀獄了呢 瑞士這個意思代表說 它是一片淨土 但各位你看一下 這個像是淨土 這個比較像礁土 比較像地獄 那為什麼會這個狀況 事實上 黎巴嫩他一路以來 這幾年真的是運氣不太好 首先在2020年 他們已經發生所謂的貝魯特大爆炸 就是說儲藏的超庫 有那種什麼消化鞍那種 爆炸毅然的物品 那已經造成了國內的經濟 非常大的重創 就是這一次 對 就各位現在看到了 非常非常慘 2020年 對 當時也是數以千計的受傷 但你看從那個時候 他們經濟一直起不來 甚至後來連總統都幹嘛 總統都寢職下台了 因為這個大爆炸之後 因為真主黨之後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悲慘世界 缺電 缺食物 基本上來講就是準戰爭狀態 那你想想看 對於這些真主黨的成員來講 他們哪有差 他們是軍火 他們是軍火武裝分子 所以如果有資源的話 他們一定直接享用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是 裡面黎巴嫩這些可憐的 我們講的小老百姓 還記不記得那時候 我們聊到說黎巴嫩 包括你說他們真的主權的人 主責的人 真的希望發生戰爭嗎 跟伊朗一樣 其實也不希望發生戰爭 所以你剛剛的那個大災問 那個靈魂扣問 你現在看到的那個雙框 左邊也是黎巴嫩 右邊也是黎巴嫩 居然是同一片土地 對 左邊那個你看那個帶有文化 然後又有科技 像是這種高樓大廈 你不講我還以為是杜拜 古色古香 然後又有現代科技 但是你看到右邊 就變成這樣斷圓殘壁 所以你知道黎巴嫩 近年慘到什麼程度 第一 人民想要從銀行領錢 對不對 因為我們講現金為王 發生戰亂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領不出來 完了 幾對 銀行不給你領 我又不講我還以為中國又來了 他就不給你領 現領令 違反法律 因為沒有政府 我就不讓你領出來 所以他們現在導致說物價的關係 整個黎巴嫩棒直接幹嘛 十萬整個兌一美元 不斷的在通貨膨脹 不斷的在貶值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民眾甚至氣到 因為拿不出錢去火燒銀行 但你想想看 好好的一個中東瑞士 最後變成了中東的焦土 這個真的是戰爭帶來的 我們希望的結果嗎 五千個貼牌台灣金 阿波羅公司BB Core的這個裝置 在敘利亞同時引爆 整個事件已經上當到國安危機了 檢察官 傳萬業者跟匈牙利BAC經銷商 在台灣辦公室的成員 金阿波羅說 這不是他們做的 匈牙利的BAC也說不是他們的 結果大家都不是 那就有鬼啦 最後逼出了保加利亞的一家工廠 難道組裝 埋炸藥都從這裡貼牌出貨嗎 如果背後藏進人 真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以色列摩薩德 花了三年借刀殺人 恐怕大家不用太意外 為什麼 今天靜平就來告訴我們 摩薩德居然創下了這無間道歷史裡 無人能破的紀錄 派了一個特工一輩子埋伏在敘利亞 差點當上了國防部長 而這個特工的一個舉動 更是影響了日後整個中東 整個世界的歷史 就像接連在黎巴嫩發生了這樣一個BBCO連環報造成 非常大規模的這個嚴重死傷 逼得這個黎巴嫩真主黨的領導人納斯拉勒他都出來這個公開的談話 而且非常嚴厲的譴責這個以色列 然後揚言啊 這個以色列我要讓你血流成河 一定要採取這個報復啦 因為你引爆黎巴嫩的整個通信設備造成大量的傷亡 對這個以色列啊 你這個嚴酷的清算和公正的懲罰 一定要說到做到 這個是黎巴嫩的政治黨你看到畫面上的這個領導人 是不是會發起反攻 那以黎之間的衝突是不是恐怕會升級中東的這個戰火開始 會不會引爆啊 那個整個中東甚至歐美歐洲地區都在擔心啊 仇恨的情緒已經到處點火 已經漫延了嗎 尤其是他在講話的時候 那個以色列的這個戰鬥機啊 故意在那個黎巴嫩的首都 黎巴嫩首都那個貝魯特上空 蹦蹦蹦 還發射你看這個熱燕彈 然後而且故意飛 低空飛過去會產生音爆 蹦一下 這好像拍電影 所以說當政治黨領袖在招告天下說 我們一定會報復的時候 他的背景聲音 居然是以色列戰機低空凌空的那種音爆聲響 是 所以這叫什麼 以色列故意要讓你知道你在做什麼都盯著你 I'm watching you 我故意也是很挑釁啦 那接下來 像現在引力衝突 是不是會升級成大規模的戰火啦 那是不是這種情緒已經從這個中東地區 瀰漫到歐洲甚至美洲呢 其實歐洲最近這兩天發生了一名男子啊 在荷蘭 在他的這個港口城市路特丹 拿刀子去攻擊人 他砍了一個人還刺死了一個人 結果後來這個人造成另外一個人重傷嘛 後來有目擊者就看到說 當時嫌半在作案過程當中還喊出來說 爭主至上啊 仇恨的情緒在撩波了 在蔓延了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是不是有人就講說 好像以前那個美國遭受911恐怖攻擊 那像整個全球各大城市 可能都有恐怖主義恐攻的那種瀰漫的陰影當中啊 4000人輕重傷 20個人死亡的這一起BB Call的一個 我形容他竟然是無差別的掠殺 我就問有多少人是傷到眼睛 多少人是傷到他的手 光在兩個地方 難道都在摩薩德的劇本之內 為什麼要裝攻你的眼睛 為什麼要裝攻你的手呢 你想想看造成至少37個人死亡 跟3000多人快4000人的這個受傷 那黎巴嫩的醫生就講很多這個遭到攻擊的 幾乎都是手被炸爛 然後呢很多人還 要不然就是這個有些的碎片啊 這個爆炸碎片噴進那個眼睛裡面 造成這個眼睛失明 所以現在在黎巴嫩有上千人 幾乎未來這幾年都要接受這個 重大的外科重建手術 或者是他的一個 這個其他的這個有關於這個節肢的手術啊 為什麼要造這樣的一個攻擊 因為你少了一隻手 你能夠拿槍嗎 不能 你能夠扣板機嗎 不能 你能夠丟手榴彈嗎 哇 這麼精準的 你能夠操作這個破擊炮 你能夠操作無人機嗎 通通不行 所以啦 你這些如果被鎖定為說 拿著BB Call 如果我就是把他想像成是真主黨的 每一個戰士的話 我讓你真主黨戰士肢體不全 沒有辦法成為受這個上戰場 能夠正常這個打仗的這個單兵 就造成你對真主黨最大的一個損傷啊 今天我們要首度由競平獨家會大戰的解密 這一次一波兩波後面有沒有 我們不知道喔 的這樣一個大範圍無差別的一個掠殺 我形容他掠殺 講謀殺實在太殘暴了 背後居然是除了摩薩德 還有一個讓人文字色變的8200部隊的超完美結合 這個就是我剛開始有提到說 難道只有摩薩德單獨可以這個執行這樣一個計畫嗎 不是的 摩薩德以前的這個主管他就有這個對媒體披露說 這三個要素要完美結合 哪三個 第一個是情報 情報 情報最重要 最前端 第二個是技術 你技術就是包括資訊和這個遠端遙控的能力 還有行動能力 你要能夠想辦法在沒有人知道的情況之下 然後把他這個埋入這個少量的這個炸藥 PNT 然後再想辦法這個運入黎巴嫩讓他們整個接收都不知道這種情況下 然後最後同時間收到一個這個簡訊然後就整個引爆 這個中間很多的過程和環節都要天衣無縫的配合 所以摩薩德這個前主管就說這個是對真主黨的特工而非任何平民 這是他們的說法啦 對 這樣的一個行動呢 摩薩德其實他主要是負責5000個BBCo這個呼叫器 但是在BBCo當中你要去植入少量的炸藥之後呢 你最後要遠端遙控讓他能夠同時引爆 剛剛你提到的一個8200這個部隊就很重要 他們要負責技術跟開發 還有這種遠端遙控的這個能力 怎麼樣在製造過程當中 植入這個爆炸物之後 那又能在特定的時間傳一個訊息 然後讓大家以為是真主黨的高層傳訊息給這些人 然後結果沒想到就同時引爆 這個就是一個技術 而8200這支神秘的部隊其實不屬於摩薩德 但是他是屬於以色列國防部 國防軍下面的一個神秘的單位 以至於說這個部隊為什麼能夠克敵一千里之外 我跟大家講 這支部隊其實不大 大概就是50多個人 精英中的精英 他們專門用解密跟情報的破譯為主 就是知道情報或攔截情報密碼等等 那這裡面的人幾乎都是全世界最厲害的網路駭客 在裡面 平均年齡只有21歲 他們18歲就可以招募了 不用重視特別什麼學歷 你要博士碩士 不需要 因為他們認為傳統的教育 沒有辦法去培養這麼高科技的一個人才 所以這些精英部隊的8200的成員 他們可以入侵到敵人的這個電子系統 去執行這個網路作戰還有監聽 攔截各個情報和電子的這個訊號 對 90%以上的情報資料都來自於這個部隊 而8200你要知道 他們之前曾經啊 入侵到敘利亞的這個雷達防空系統 讓以色列的空軍戰鬥機 載著這個彈藥 能夠如露無人之境 然後直接到敘利亞去轟炸了一番之後 所以他把他的防空雷達幾乎是點穴戳殺的 情況之下 讓你的以色列的空軍戰鬥機 直接進去空襲啊 對 讓以色列戰鬥機曾經 飛進這個整個敘利亞的這個境內 成功投擲了炸彈之後 又安全返回到這個以色列的這個空軍基地 完完全全都沒有被發掘 這真的是克敵千里之外 所以你要說天上能夠立戰功 當然是這個地下 在地上的這個8200 他在後面拘守功啊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 或許大家不太清楚 8200部隊立了什麼漢馬功勞 但是我跟大家講 1967年的六日戰爭 或許大家就聽過 當時以色列就開始發展這個網路戰的部隊 然後找了8200 他成軍了很早 然後當時他最成功的情報是怎麼樣 他攔截破譯了 其中埃及總統跟這個約旦的國王 他們在這個整個 講高級保密的一個專線的這個電話 那個通話內容到底影響了怎麼樣日後的局勢 那個通話內容就 這個埃及跟這個約旦去講好說 什麼時候又出動了他們的空軍戰略 在幾月幾號怎麼樣 然後這個訊息被8200攔截之後呢 提供給以色列的軍方 以色列軍方就說好啊 那我就故意把我的這個空軍所有的戰鬥機 只留12架在以色列境內 其他的全部傾朝而出 讓埃及跟這個 呃 約旦這些中東國家以為以色列的空軍 哎 戰績在哪裡 不知道 是不是全部後撤了還是去了哪裡 然後又在早上7點40什麼 還不到8點鐘的時候 發起突襲 然後去轟炸了這個西奈半島 整個還有包括轟炸這個 埃及的空軍的戰鬥機 把埃及的空軍戰力整個瓦解 搶在你對我發動旗席之前 我就反自其其更早一步 而且我告訴你 當時埃及跟約旦還不敢去搶修跑道 去搶救他們 剩下還沒被轟炸完的戰機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空軍戰鬥機 在丟那個炸彈的時候 還有設定了一些岩石炸彈 也就是說你去搶修跑道 你會被炸死 你可能會被炸死 讓這個埃及跟約旦 這些跟以色列當時在打仗的敵對國家 不知道以色列空軍戰鬥機 什麼時候還會來 以為炸彈還會不時的丟下來 而以色列故意 第一天打了埃及的空軍 先發智能之後 立刻就去打約旦 所以讓埃及跟約旦 完全搞不清楚 以色列空軍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去 神不知鬼不覺那種感覺 我們在電話裡面 雙方高峰秘密通話 我們要來一場漂亮的襲擊 我們立刻變英雄 結果英雄兩個人都變狗熊了 對 因為這個計畫 完全被8200破譯了 他都知道你什麼時候 就好像我們在寫新聞 五個WH 完全講在電話裡面 他剛才把這個重要情資 留給了這個以色列軍方 所以以色列軍方 就完完全全能夠掌握 這樣一個棋襲節奏啊 所以回頭你來看 這次的BB Call 如果是摩薩德 埋了三年養套殺的一個 攻擊模式的話 不要太意外 他們可以把他的特工 塞在死敵的陣營一輩子啊 他其實是生 這個生長在埃及的猶太人 長大之後他有一個愛國心 他一直想要回以色列 去報效國家 後來當然他也娶妻生日的小孩 但是他不滿於平凡的帳班族 後來他就投入了這個摩薩德 摩薩德 這個把他招進來之後呢 開始訓練他 包括呢 讓他有這個敘利亞口音的 這個講阿拉伯語 非常道地 然後會讓人家以為他是敘利亞人 再加上 後來幫他換了一個身份 換了一個身份之後呢 把他送到南美洲的阿根廷去杜金 讓他成為一個阿根廷的這個 由應該說是阿拉伯義的這個 成功的商人 亞洲的商人 然後在阿根廷呢 布宜諾斯在埃蒂斯啊 他可以去那邊辦很多的派對 結交的那個貴族啊 很多各國阿根廷的政要 甚至很多敘利亞的國家的 重要的領導人 五官都在那邊 那當時他在這個 阿根廷啊 後來就認識了這阿根廷的五官哈菲茲 哈菲茲後來在敘利亞當到了這個上將 後來而且他還押保他 他不只投資阿菲茲 給他很多權 support 他 辦很多的這個派對 還找了很多的美女去幫他 就當時這個阿菲茲啊 在他的幫助之下 平步青雲升官 那最後回到了這個敘利亞 竟然還當上了總統 而且他的政商關係 隨著這個他投資的阿菲茲 回去了之後呢 我可以說是現代的呂布韋 他很早就在阿根廷 發現了敘利亞的秦始皇那種感覺 結果他回到了敘利亞之後 他還想要把這個 這個伊利康恩 早去當國防部次長 甚至國防部長 我的天啊 他是摩薩德的特工 到現在沒被發現 一直沒被發現 而且他當時從阿根廷 跟著回到敘利亞之後呢 他還把他的這個無線電啊 都帶過去 發爆了這個無線電機 而且藏到了他煮飯的電鍋裡面 還有一根那個 這個天線 真的假的 他把他偽裝成像飯勺一樣 所以根本沒有人發現 那個是無線電發爆機 而且他很聰明 我們講說這個披薩指數 什麼五角大家 照了很多披薩 就知道五角大家很忙 開始要打仗了 對 他最早是發明的是他 他在敘利亞 到了大馬士革居住之後呢 他就找了一個地方 正對面就是敘利亞的軍事情報局 當那個燈火通明的時候 他就知道很忙 有行動要出落 如果只有五個房間有燈光 那就沒事啦 所以他就在那邊住 然後每天都會發電報給這個以色列 告訴敘利亞的行動 比如說他有一次 他跟那個參謀長的兒子關係很好 參謀長他就常常用指責的口吻說 敘利亞的軍方 怎麼可以對這個以色列那麼軟弱 一定要主動出擊怎樣 人家就覺得他好愛國 然後就帶他去看敘利亞的基地 包括戈蘭高地那邊 他就說哎呀這樣部隊前線 這個太陽這個賽很辛苦 應該要種一些樹 讓他們甚至以色列攻擊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躲在樹叢底下 聽起來 對啊 結果沒想到他真的種樹了 一區的軍方就叢散如流 種了 種了之後以色列軍隊攻擊的時候 就鎖定這些樹叢 專挑著樹打 因為這些樹旁邊就是 碉堡基地和陣地 所以被他請軍入旺直接命中目標 你不種樹就算了 就是一片沙漠 你一種了樹我就知道綠綠的地方 旁邊就打就對了 好可怕喔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後來是印度的電台 印度的大使館在大馬四閣 跟敘利亞抗議說 我們的電波都發不出去 我們的電台的這個頻譜 都受到影響都被占用 後來他們就覺得奇怪 難怪我們的情報好像 經常外線有內監 然後呢 他們就開始去查 在那個大馬四閣分區限電 分樓層 分分分 一直分區分樓層 就鎖定到這個 伊利科恩住的這個地方 發現他在發電報 在某一個晚上 當然伊利科恩到後面 他也有點這個 他也有點輕忽了 對 然後還不斷發電報 在那個被鎖定的時候 他還發了37次電報 那甚至在他回以色列 那個期間 就靜悄悄 那就更起了疑鬥 後來警察就鎖定了 還有敘利亞的軍 那個軍情單位 就鎖定了他 守住待遇要抓了 破門而入 正來他那時候還坐在床上 拿著那個電報機發電報 然後馬上就把他給逮捕了 逮捕了之後 因為他之前在阿根廷 關係太好了 鋪了那麼多的這個關係 後來 當敘利亞要處死他之前 要處以疾刑 就是絞刑 那當時 連羅馬教宗 連法國總統戴高樂 連比利時總理 英國首相 歐美各國的很多國家政要 都在幫他求情 以色列也說 我出一千個戰俘 跟你換他回來 敘利亞說NO 那我出六個間諜 你們敘利亞間諜 被我們抓到六個人 跟你換回來 NO 然後最後說要把他給絞刑 他說他自己也不要人家搀扶 直接走上這個刑場 那被處襲 域刑了之後 以色列說遺體給我 我出一百萬美金 而且還透過俄羅斯老大哥 跟敘利亞說 你就把他還給這個以色列嗎 敘利亞說不要 那他現在的遺體呢 在哪裡最後 就在敘利亞 我們就是恨死他了 他把我們的這個國家滲透到 所有連總統都那麼深信他 我們當然要把他錯股揚灰啊 這起祭中祭 迷中迷 今天晚上來看更懸了 觀眾朋友 以色列對黎巴嫩發動了無差別攻擊 昨天BBCO同時大爆炸 超過4000人輕重傷 原來只是敘取 你現在看到的是更恐怖的攻擊 日本製造的對蔣機在當地 也無差別的開炸了 電動車炸 摩托車炸 房子炸 只要電子設備都爆炸了 連環爆前幾分鐘 以色列防長打電話跟美國說 他們要行動的 金阿波羅說 不是我們台灣做的 也一台都沒有出口 然後匈牙利的代理商說 不不不 不是我們 我們沒有製造 那就問 在哪一個環節又是背後的長期人 誰在哪裡 安了這個炸藥 送進了黎巴嫩 居然跟在聊講這一題之前 我都默默的先把我手機放到旁邊 然後我要裝這個麥克風之前 我都猶豫了3秒 你怕他會炸 心裡搭檢忍戰 太可怕了 這裡是台灣 什麼東西都會爆炸 我不是真主黨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跟你講 現在真主黨心情就是這樣 嚇壞了 前一陣子我們講 是不是才講說BBCO爆炸事件 數千枚BBCO 瞬間同一個時間 在同一個訊號傳遞之後爆炸 結果當今天 他們要幹嘛 辦喪禮 就是說哀悼這些人 結果我們也想要參加喪禮的同時 碰 又炸了 就是各位看到這個 又爆炸了 你看到現場大家 我們講雞飛狗跳 人呢 我們講的非常的驚慌錯亂 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因為在現場 爆炸的竟然不是BBCO 大家當然學聰明啊 BBCO丟旁邊啊 你知道放什麼嗎 對獎機 連對獎機都會炸 對 連對獎機都爆炸 甚至呢 我們講了 連這個不信尼納的這種大體 也在現場爆炸 你講了多少 20死喔 450傷 所以你看喔 整個現場畫面是混亂 那理由很簡單 你就問 余玄 他們用對獎你幹嘛 當然啦 因為喔 黎巴嫩真主黨 怕什麼 手機不敢用 FBI CIA 美國 或者是以色列 摩薩德 會去監控我 所以我就用對獎機 這種土字的鬆鬆光光 對不對 你摩薩德抓不到我了吧 結果沒有想到 就是因為這樣 他們連這種真主黨專用的對獎機 也鎖定了 再三爆炸 所以各位 我就反問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真主黨 你會想著 還是我要回到實際時代 因為 如果我全方面所有的東西 都遭到滲透 都遭到監控 那還有什麼電子設備 是安全可以使用的 BB 跟我會爆炸 連對獎機都會爆炸 剛看到的這個商禮的現場 只是第一個開場的序幕 後面一個一個的畫面 告訴你 如何炸到他們措手不及 怎麼又來了 跟鬼妹般的如影隨行 居然哥這代表一件事情 這個商禮不是他們要攻擊的豬體 他們要攻擊的豬體 所連對象是什麼 不是地 是人 代表你只要跟黎巴嫩 曾組長有關係 有聯繫的 所有相關等 可能是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曾組長被炸 所以會去出席商禮的是誰 曾組長的人 那首都貝魯特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也是陸陸續續 零星各地傳出爆炸事件 我們會講應該都是曾組長 為什麼會這樣講 包括你看有一個商家員工 你看上班上來 嚇我了 瞬間就爆炸 那那個爆炸 你有沒有自己注意到這個威力 跟BBCO不一樣 不一樣 那時候爆炸的時候 BBCO是什麼 他就放在腰間 因為BBCO就鎖在腰間 他的火藥 大概我們講一檔量 大概兩三克而已 所以爆炸的時候 它是什麼 對你瘴氣攻擊 但剛才看到那個不是耶 剛才那是什麼 那個是大規模的爆炸 所以那個代表 至少他的火藥量是什麼 三倍 而且你看 這是什麼 太陽能設備 連這種太陽能設備 對獎機到處 反正你只要跟電子產品有關 你只要跟曾組長有關 等於說 他先鎖定了人 再針對你這個人 可能使用到的產品 一一的我們講的鎖定 然後包括連太陽能板 都會爆炸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所有的這些 曾組長的成員 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躲到青山拉拉裡面 否則沒有一地方 是安全可以倖免的 每一起爆炸 都是一個謎團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看到這把火 這個濃煙 炸開之後的 那個日本製造的對獎機 你要知道 他已經停產10年 整整10年了 哪裡弄到這些 會傷人 會殺人的對獎機呢 對 怪就怪在這邊 我昨天講到BB COST說什麼 金阿波羅 台灣的廠商 大家嚇死了 各國媒體都在訪問 結果發現金阿波羅說沒有啊 我授權給匈牙利 結果匈牙利找到說沒有啊 我只是代理商 而且匈牙利那個只有一個人 現在大家懷疑說 欸不對 匈牙利那個很有可能什麼 很有可能就是以色列特工說假扮的 也就是把台灣的東西拿去用 日本的這個狀況一樣 日本的這個廠商叫做艾可牧 那艾可牧的問題是說 他這個型號 也就是呢 曾主黨所使用的型號 早就已經大量停產了 而且呢 根本就沒有使用 為什麼2014年已經消失的東西 到現在還會存在 所以他們合理懷疑一件事情嗎 就是說 要嘛 就是我今天叫廠商叫貨了 你要想想看哦 今天為什麼有辦法安插在曾主黨裡面 代表曾主黨有這個需求 對 他要做到什麼地步 他要先掌握你的需求 而且掌握你的需求的時候 你向外叫貨對不對 滿足你的需求 對 你可以叫BB Call 但是你可以叫ABCDEFG 很多廠商嘛 那你可以叫隊長機 你可以叫很多廠商嘛 所以這樣代表什麼 他們埋伏已久 等到你依這個需求出現之後 訂購了對不對 我中間馬上給你攔截 我就餵給你了 攔截之後可能不知道 從台灣這邊呢 不知道從哪裡去調貨 從我們講的 日本這邊不知道哪裡去調貨 但我想台灣跟日本 你有沒有想到有一個共通點 怎麼共通點 美國 金阿波羅說我們有消亡美國 那我就請問日本這個廠商說 我絕對沒有消亡中東 我相信 台灣也沒有消亡中東 那請問有沒有可能消亡美國 美國有沒有可能做一個 習慣的第三方 在地協力 然後轉給我們講以色列 非常有這個可能嘛 因為他就是攔截這個需求之後 用其他的明目 不要引起真主黨的 我們講的懷疑 然後在過程當中 可能化零為整 什麼意思 叫來一個零件 中間再把它改造 安插火藥 這時候再送給真主黨 才有可能完成這樣的一個 我們講的 非常大的 我們講攻擊行動 因為你仔細看 現在日本廠商都說不對 因為我們講 黎巴蘭那個東西 很有可能是仿冒品 我們早就已經沒有停產 而且我們不消亡中東 但我問各位 如果說是仿冒品的話 這時候另外一個問題就出現了 既然要仿冒 那為什麼以色列不乾脆自己 打造一個型號 以色列的科技 去做對獎金 BPCO很困難嗎 對不對 所以很顯而易見的 他是用台灣以及Japan 這兩個名義要幹嘛 降低真主黨的戒心 因為如果來自國外的產品 我自然而然 我就不會懷疑了嘛 搞不好就我們講了 這個摩薩德是幹嘛 借刀殺人 借著台灣人名 借著日本人名 讓以色列 讓黎巴蘭真主黨 降低戒心之後 再借贏一舉擊殺 過去48小時 你所見證的 包含了BPCO 包含了對獎機 此起彼落的爆炸 全境遍地開花 無差別的炸 會不會導致於中東的戰爭 全面升級 全面戰爭呢 搞不好這就是以色列希望的 因為各位你仔細看 他不斷地在居殺他們成員當中 如果說不是你幹的 對不對 如果說不是摩薩德幹的 他會說什麼 他可能會出來澄清 但他不是喔 他說我代表 隨時都可以找到你 I will find you and I will kill you 局勢升溫是當然是有 但是以色列的防長 好像也沒在怕 他說什麼 戰爭新時代來臨 所以我就講了 會不會這才是 這整起大秀的目的 他就是希望 我們講的 你能夠跟我們來全面開戰嘛 全面開戰反而很像是以色列希望的嘛 因為當現在這個爆炸之後 連BBC都在講說 真的非常有可能 引發全面戰爭 那有沒有反應 有 曾組長馬上反制 用40多枚火箭彈 我跟你講各位 40多枚火箭彈 對於我們講曾組長來講 小Case啦 那不是大中的啦 不是大中的啦 但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有沒有被打到 沒有 他反而是 反過頭來 閃擊黎巴嫩 也是用突擊的方式去 再度去攻擊你的基礎設施點 所以各位 如果說只是單純的 希望能夠降低局勢 降低局勢的衝突的話 不應該是這樣做 所以很顯然 雙邊現在 藉由這個BB Code 藉由這個隊長機 已經開始一觸即發 從來沒有一次 像今天晚上這樣 台灣的觀眾 對於遠在千里之外的 中多衝突 這麼高度關注 為什麼 因為這個殺人的BB Code 呼叫器 金阿波羅公司說 這個絕對不是台灣製造出口的 而前來接駕擔任歐洲經銷商的 薛爾利被懷疑是空投公司的經銷商 也說 這不是我們製造的 我就問 那誰製造 總有人做吧 哪一個環節 在什麼地方 被植入了 這微量的隱形炸藥呢 這個國內的公司 被涉及到國際恐怖事件裡面 我跟你講 國安單位非常重視 你知道 他今天就約談了 金阿波羅這個董事長 結果他就講說 其實他整個事件 是這個三年之前 由歐洲公司來找他 而且跟他說 我們有一批這個產品 可不可以貼你的這個牌 結果他就說 他當時的立場是說 不想讓這家公司的工程師失業 所以他就授權他同意了 但現在更奇怪的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原先找金阿波羅 談的這個叫做BAC的這個公司 他的執行長叫Christina 他現在也被這個 國外的媒體找到的時候 他說也沒有 我本身也沒有參與製造 而且說我就是個中間人 你們搞錯了 那現在問題來了 什麼樣叫做中間人 當時是誰跟你接頭 要你從這個 跟你接完頭之後 要你來找金阿波羅的 這一塊你總要講清楚 這不是搞錯的問題 而且你看到 所謂的授權貼牌的意思是什麼 你做 你負責做 我授權給你貼我的LOGO而已 不是我做 所以這些東西 到底在哪裡生產製造出來的 都像是個謎 你的公司現在也被質疑說 你登記在匈牙利 但你很可能是一個空殼公司 因為他登記了柱子 後來這個所謂的記者 到縣紙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好像是一個民間住宅 根本不像是公司 而且他這個登記地方 在這個地方 你還看到畫面上面 也沒有任何公司的招牌 全部都只有用一張 把那個A4的紙 列印說我告訴你 我們這邊就是一家公司 而且你知道 再去看他的商業登記 發現他在2022年登記的時候 他整個公司 只有登記一個員工 就一個經理而已 你不覺得很詭異嗎 這樣的一家公司 一人公司 那分明就是人頭 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匈牙利媒體 他就下去找 發現到說 這個登記的 這個所謂的BAC公司 他自己本身沒有生產任何的產品 而且他登記的業務 叫做管理諮詢 那現在到底誰委託你 去諮詢這件事情 BAC也都不講 而且更奇怪的是 在這個登記地的 這個附近的鄰居講說 那我們從來也沒有看過 人家來這邊上班 誰會知道這家是要的公司 我們都以為這是一個住家 好 我就問 今天都已經找到這個地方 找到Kristina的 問進去 洗進去 查下去 他到底什麼底細的呢 他的專業領域是在 國際關係跟商業發展技能 而且還有什麼 他說 而且我對於所謂的量子力學 跟災難管理 也都是我的專長 好可怕 國際關係你也懂 量子力學你也懂 災難管理你也懂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 通天的專才 但是你剛剛所提到的 這些災難管理 國際關係 現在在這個 不就引發跨國的 這樣一個紛爭了嗎 所以他的這些專業 事實上就被質疑講說 你會不會 你這個本身的身份 也很奇怪的 包含到什麼 紐約時報就講說 你這個BAC很有可能 是以色列創立的 空殼公司 所以背後老闆 真的是以色列 再摸上去 會去摸薩德嗎 而且你知道嗎 紐十二說法是說 他假裝就是說 我是國際呼叫器的 這個生產的廠商 因為一般民眾老實講 現在手機通訊 我們不會再用呼叫器的 手機通訊很發達 我真的有事 一般民眾就是打手機 但你如果怕被窃聽 我可能就轉成 用BB code這種方式來做 所以是不是這個真主黨 因此這樣而被上鉤 而且你知道嗎 紐十當時 這個國際還有其他媒體 也都講說 不只是這個 所謂的BAC有可能是空殼公司 以色列可能最少還成立了另外兩家空殼公司 而且裡面這些索爾德這個 在公司裡面上班的人 他的真實身份很有可能叫做以色列的特工 所以你講到這兩個 我恍然就明白了 如果這個是摩薩德布魯三年的局 摩薩德養了這個CEO 成立的這個空投公司 成立的第二個空投公司 成立的第三個 我都在賣你們最想要的BB code 需要的時候來買 你買了我就有機會在裡面塞毒賣給你了 而且看起來 如果他今天真的是有一個陰謀的話 那這個陰謀 其實他的策略非常非常的深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你今天隨便去找一家廠商 人家也會質疑講說 你這東西品質好不好 他就會找到金阿波羅的這件事情 對台灣民眾來講 可能對這公司不是很了解 但是你看他生產的這些產品 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都用得到 比如說像圓盤型的這些東西有沒有 他就我們現在到大賣場去點餐的時候 不是都會跟你講說 好不好震動後取餐 煮熟了 餐好了他會跳 他會跳嘛 震動後取餐嘛 他會還有那個閃燈在那邊閃閃閃 就是他們的 就是他們的產品 那這一家金阿波羅公司 他的資本額是1億元 但員工不多 只有36個人 但重點是什麼 他研發設計製造 這些所謂的無線通信產品 他的品質跟你講說 我提供10年產品保固 一般保固大概就是一年兩年了不起 他說我可以給你這個10年 用不怕的啦 所以我們雖然很久 我們台灣其實對通信機的這個 這個呼叫機的業務 事實上那個通信業務已經中止了 可是在國際上不是這樣 包含到FBI 美國聯邦調查局之前也找過這個 所謂的這個金阿波羅公司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他說呢 我需要的這些所謂的通信產品 是需要有極度保密的 而且呢 是不能夠被別人給破解 他們也找這個所謂的金阿波羅 做什麼你知道 文字型的對講機 你知道他們在全盛時期 整個的這個市占率 在荷蘭的市占率是99% 美國市占率是60% 都是最大的耶 而且你知道嗎 在那個時候 美國聯邦調查局 找他合作的時候 唯一的一個條件是什麼 你知道 他說你所有的這些所謂的零件 或者是這個零組裝 不能夠在生產 中國生產製造或代工 所以高機敏 高保密的這個特質 是不是也讓摩薩德 看上他們的原因呢 所以我就講啊 就是說 當今天如果是摩薩德 策劃這一些的時候 他也是很慎重的在挑選這個廠商 但只是因為這個挑選這個廠商的 這個過程當中 現在呢 我們這金阿波羅公司 已經出來講說 這個東西事件從頭到尾 跟他都無關 而且呢 他為這件事情 要維護自己的這個權利 說真的 你的產品被畫面上 這種所謂的連環爆炸案 被認為說是被用來做的工具 對他的商譽 是有多大的打擊啊 好原則我們看到了在黎巴嫩 五千個BP Call 同時被引爆變成殺人的寫地址 上面貼著台灣系紙 金阿波羅公司的LOGO 這件事情有多嚴重 廠商說不是我們做的 不是Made in Taiwan 講的跟我們台灣無關 但我們的政府第一時間講說 這是我們做的 只是說外銷之後被做手腳 對 所以我真的拜託我們的政府 你在沒有查清楚狀況的時候 你不要隨便發言 因為你的隨便發言 是會讓台灣置入險境 然後第二件事情 這個金阿波羅他講說 這個跟他合作的這個 歐洲廠商BAC 在台灣實際上是有辦事處啊 我就非常想 他在台灣有辦事處 等一下 對啊 他在匈牙利只是一張A4的紙張 你根本走過去 你都會錯過 不會注意到他兩眼的 他在台灣有辦事處 在內湖有辦事處啊 所以昨天 第一時間那個老闆 說他看到這個新聞很生氣 他打電話到這個內湖辦事處 去罵人 去罵人啊 那我想問我們的國安團隊啊 你有沒有掌握到這邊有一個辦事處 而且你外國公司在這邊設辦事處 你也是要有登記嘛 你要有金流啊 外資在這邊要有金流啊 請問你有沒有掌握 就是金阿波羅的協力廠商 忽然間在兩年內 說要自製BB Call 然後這個金阿波羅的老闆才好笑 老闆說他也覺得很奇怪 包括付款方式 包括為什麼他要做這個過時的BB Call產品 老闆都覺得很奇怪 那老闆覺得很奇怪 你都沒有提高警覺 然後那我們的國安單位 到底有沒有掌握 而且這個老闆真的好心叫做他針 你看 因為不想讓BAC的工程師失業 我才授權貼牌 結果我自己先反而惹禍上身 對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 就是照道理來講 貼牌 貼牌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 國外生產的BB Call 貼金阿波羅的牌子 可是他在那個製造的產地那邊 他不會寫MIT 他應該會寫MI 就是Made in歐洲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嘛 可是為什麼寫Made in台灣 所以很多事情都會讓你覺得非常奇怪 那我覺得我們關心的是這樣 第一個你要去查真相 所以調查局什麼有去查 OK的 你要查明真相 第二個就是說 你不能夠讓台灣置於險境 那這個事情的爆發就是 我會覺得我們國安團隊 一開始是荒腔走板的 就是沒有掌握好狀況 然後還有 我今天還在媒體上面看到 我們的國安人員的帶風向 他們發給一個記者寫一篇報導 那個報導就講說 這個事情很多境外勢力 又想利用這個事件來攻擊台灣 然後就舉了很多不同的網站 講說 什麼 特別故意 他說那些網站的新聞都刻意去提到說 這個BB Call是台灣製造的 所以刻意要把台灣 跟這個恐怖事件做一個連結 然後是國安人員去講的 就是說 懷疑又有境外勢力在攻擊這個東西 而那些境外勢力 跟中國大陸又有關係 就是 現在又在 又在帶那種抗中的風向 就說 中國大陸又利用這個事情 想要危害台灣安全 我真的覺得 國安人員 你真的不要這麼閒好不好 這個事情發生了 我覺得大家都很關心 就是不要讓台灣自無險境 你就好好去查 你去查清楚 然後要很大聲的 用力的告訴全世界 台灣跟這個沒有關係 我們對這個事情也很遺憾 不要再去帶這些風向了 帶這些風向 對台灣人民的安全沒有幫助 這個國際大頭條太震撼了 觀眾朋友 真主黨超過4000名的成員 居然同一個時間 配掛身上的BB Call 同時被引爆 將近20個人死亡 超過4000個人輕重傷 現場猶如大屠殺一般 你想 像不像我們看過那部電影 金牌特務 被植入晶片的每一個政商民 留一個按鈕下去 通通引爆 太可怕了 而更讓人震撼的是 這一批呼叫器 背後公司的地址一查 居然來自台灣 今天馬老師要告訴我們 怎麼可能這麼單純不過的BB Call 會被安裝了隱形炸藥 造成這麼嚴重的死傷 背後真的是摩薩德嗎 我們一開始放了一個 Kingsman的影片 給觀眾看 是金牌特務 那是金牌特務店裡面 最夯的一幕 大家脖子這邊被植入了晶片 然後瞬間引爆 世界權力重新洗牌 這個世界的權貴 通通都走了 當時看哈哈一笑 這種事情在現實 假的不可能發生 結果沒想到 以色列摩薩德 居然做出了驚天動地 我是認為是毀天滅地的一場戲 居然在5000個BB Call裡面 變成死亡殺人利器 現在已經知道造成了11死4000傷 幾千個人集體爆炸 這是多可怕的事情啊 大家看多可怕 整個黎巴嫩變成人間煉獄 到處都是倒地的人 肚子受傷 因為放在口袋裡面 對 腿部受傷 BBB想拿起來 臉部受傷 頭被炸掉 到處是血淋淋的可怕景象 每個地方受傷的部位 都是不一樣的 連伊朗駐黎巴嫩大使 阿瑪尼 居然也被BB Call給炸傷掉 老師你現在描述的這個場 導播我們繼續看喔 這個畫面換句話說 你如果放在你的衣服的上衣的口袋 你發現它發燙了 你低頭一看 下一秒它就炸開 連這麼簡單的一個三秒鐘 都在摩薩德的劇本裡嗎 我跟妳講摩薩德太厲害 太厲害了 他這次為什麼這麼精準 他只是五千枚BB Call 居然現今十一死 四千傷了 這麼精準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大家看 現在死亡的十一人 居然出來 導播一定要照一下 這十一個人 都是珍珠黨的成員 他是精準斬首 說死的都是珍珠黨的成員 是 這第一點 精準到不行 第二點 更厲害的就是 他在爆炸之前 他會發熱 發熱的時候 你就會拿來看為什麼會發熱 對阿 砰一下就炸了 第二個 他會發簡訊 重要簡訊 你就拿來看 砰一下就爆炸了 第三個 他會發BB聲 是 砰一下就爆炸了 所以你看 這是在市場吧 拿出來看到沒有 對 有BB聲 各位可能影片上 你聽不到 這個是有那個 BBBBBB的聲音 有響的 戴帽子那個人 對 就倒在地上了 所以 整個 好 現在五千枚 BB扣爆炸 導致什麼 醫院 根本 來不及 收容病患 整個 你看這個也是 櫃檯 這個人手機也響了 這邊手機也響了 整個手機 他都響了 可能你聽不到 你看他拿手機 每個人都在響 所以 所有的 醫院現在 尼巴論 都已經緊張得要命 救護車 整個街道上 都是救護車 好 現在有兩個問題 是台灣人 比較關注的 第二個問題 摩薩德 怎麼做到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都說 手機會發燙 因此專家 包括了那個 紐約時報都說 是 這個 摩薩德 又有一種遙控 請讓那個 鋰電池 發燙 發燙 過熱之後 鋰電池爆炸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覺得熱 鋰電池爆炸 但是 現在第一個 這個說法居然被戳破了 你知道為什麼被戳破 為什麼 BB Code 不是用鋰電池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 讓鋰電池發燙 我問你 那它是用什麼 那它有什麼可能 造成 它就是我們平常用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三號碱性電池 對啊 好 三號碱性電池 好 那第二種說法又出現了 第二種說法說 它在這個 三號碱性電池旁邊 就在旁邊 放了一個 26公克到56公克的一個微型炸彈 然後它用遙控 把它遙控爆炸 但這裡面又有個問題 五千枚BB Code 然後旁邊放個微型炸彈 那是多大的工程 不是 沒人發覺嗎 對啊 我BB Code故障 五千個人都不知道 不是 我要換電池 都沒發現 不可能 我要換電池 而且你檢驗也要通過 那都沒發現嗎 好 第二個 講法又不通過了 第三個講法實際上 是最新的講法 它是在電池裡面 注射了一個混化學混合液 裡面有一種炸藥的藥粉 然後又把它引爆出來 好 老師講到了 今天最重要的一條線索跟線頭 等一下 我們要順藤摸瓜摸進去 到底這個炸藥殺傷力有多大 過去摩薩德他們用過這個 去執行他們天涯追索殺人的 這個暗殺任務嗎 德雅老師要來告訴我們 今天最重磅的先回答我們的問題 這個BB Code一翻開來看 看到沒有 這邊都會有索引 都會有八扣條碼一掃過去 居然來自於台灣 Made in Taiwan 在這裡 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他是細紙的一個 金阿波羅 金阿波羅細紙的廠商 這有三十六個人小廠商 哇 這一下不得了了 好 結果老闆出來一講 我就知道怎麼回事了 他說三年前有一個奧地利人 叫Tom Tom大公司說我很喜歡你產品 我變你代理商 好 他就把代理權給了Tom 結果這個Tom有一天說 我發明出新的BB Code 我貼你的品牌好不好 他說OK 好 你貼我的品牌 我就懷疑這個Tom 是摩薩德的人 等等 如果他是摩薩德的一個奧地利人 來我們這個地方談授權合作 那是三年前的事情 你是說摩薩德為了拘殺真主黨 可以這條線布了三年 我告訴你 現在只有我大膽地說 這個Tom是摩薩德的人 我告訴你為什麼我這樣講 這Tom取得這個BB Code授權之後 他瞞天過很多 他做件事 什麼事 BB Code的工廠 設在哪裡 在哪裡 黎巴嫩 工廠設到黎巴嫩有個什麼好處 不必經過海關的檢查 是 全部都不必檢查 是 工廠直接設了黎巴嫩 問你黎巴嫩工廠生產的 你會不會懷疑 不會 你會不會覺得它有問題 不會 我國內生產的會有問題嗎 設在黎巴嫩 所以生產以後 它在裡面注入了化學 炸藥在電池裡面 天衣無縫 我起雞皮疙瘩 對 今天如果你來這邊要授權 是三年前 布了這麼長的線 最後在黎巴嫩這個地方 設了所謂的BB Code工廠 然後貼的是台灣的標籤 你不是借刀殺人嗎 我第二個疑問是老師 他為什麼要從BB Code下手 而不是手機 手機不是更多人用嗎 對 大家都知道 手機是網路 網路 網路來 以色列的電子通訊太厲害了 它入侵網路 我告訴你 嗨進去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不能用手機 那各位要知道 BB Code是什麼 是無線電 無線電頻率 那個就沒辦法攔截了 網路就很容易入侵 所以 他們知道以色列太厲害了 所以真主黨不用手機 智慧手機 全部用BB Code 就讓這個大佈局 三年前就開始佈局 取得我們台灣的LOGO 然後帶黎巴嫩工廠生產 全部都埋伏下 先取得你的信任 這一批五千枚 前面出都沒有問題 這枚五千枚新出 新出來了 新出來終於在那邊 一夕點爆 這個波台灣絕對不能背 無端捲入了中東 最血腥的互相殺戮 剛剛老師埋了一個梗 你說到底摩薩德在裡面 增添了什麼 動了什麼手腳 可以造成四千多人輕重傷 超過十一個人死亡 這麼可怕的一個殺戮呢 所以我們在本節目給你解密 你可以上網去查 剛開始所有的媒體都說 是鋰電池爆炸 現在確定它不是用鋰電池 它用是三號碱性電池 第二個連《紐約時報》都說 它在旁邊放了一個小炸彈 那我先給你講 小炸彈會被檢查出來 電池你要換電池 你不知道有小炸彈嗎 那要藏在哪裡呢 第三個就是 它用助化合 這個混合物進電池裡面 那主要成分是PETN 是 它是最穩的很簡單 大家知道我們平常講 叫TNT對不對 對 TNT是黃色炸藥 對 PETN是白色炸藥 各位看 白色粉末的炸藥 對 PNT 它六公克 就可以把飛機機身 炸出一個大洞來 是 這鞋炸藥哥多絕 他把這個 PETN 藏在鞋跟裡面 他故意穿個很厚的鞋跟 把它放在鞋跟裡面 他就說 這是蓋達組織的成員 注意看 他在那邊 在那邊點 在那邊點喔 然後乘客就給空中校也說 是 有煙味 有煙味 他就跑去看 一看他在點火柴 他說你幹什麼 在點火柴 這很危險的 你過海氣上 不能點火柴 好他就不點 過火又有那煙味 空中校一看 他又在點火柴 是 然後在點鞋子裡面的東西 太奇怪 鞋子有什麼呢 就是這更厲害 你曉得嗎 他帶了300克的PETN 在鞋子裡面 所以叫鞋子炸彈克 他帶了鞋跟裡面 好我先又問你了 他為什麼又點不來 這傢伙有腳汗症 是 他緊張 腳一直流汗 是 腳的汗水 把那PNT跟乙性 又給潮濕掉了 所以 美國人兩次 都為了潮濕 逃過一劫 時間點多敏感 911剛剛結束的一個敏感時間 還好 沒有讓他恐攻成功 不過 如果趙馬老師講的 這是三年前 布了一場這麼長的局 然後 想利用台灣的這家金波羅公司 來借刀殺人 我們是絕對不肯的 誰犯的錯 誰要負責 摩薩德 你回頭來看 他可以布三年的線 為了要拘殺真主黨 你就不難理解 他居然可以花兩個一段時間 慢慢給你 毒牙膏 毒牙膏 毒到後來 你一下子毒性發作 七孔流血 我在電視上講了超過100次 摩薩德 摩薩德真的是天下午最厲害的一個情報殺人組 拜託 饒我一命 我剛才說 強烈懷疑 Tom 就是摩薩德 在台灣 運用我們台灣的公司 好 大家看 哈馬斯領導人 史英成名 當然就說 第一個是武裝直升 無人機把他打的 對 第二個又說遠殘飛彈把他打的 現在才知道 原來他是知道他的位置之後 他的房間裡面全都布滿炸彈 知道他的位置之後 遠空遙控炸彈 棒一下就把他炸死了 你的意思是摩薩德摸進了史迪 伊朗的境內 到他們的國賓樓裡面去埋炸彈 這就你講 這摩薩德多厲害 第一個你要進伊朗 要進他的國賓旅館 要進他的房間裡面 是 要把到處都弄了炸彈 還要知道他在哪個房間裡面 哪個地方有炸彈 精準的把他炸死 好 那最厲害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 各位我要給你介紹一個案件 這個人叫瓦迪哈達德 他策劃了恩德培結晶事件 各位要知道 恩德培機場結晶事件 是以色列摩薩德 救人之最成功的一次任務 好 那當然 我告訴你 在以色列字典裡面 你敢截我的記憶 你只有一個後果 死 好 但這個人呢 他把自己 保護得天衣無縫 完全不能動他 就跟這一次 BBCO世界一樣 摩薩德搞清楚 他熱愛吃一種巧克力 一定要買這種巧克力 摩薩德什麼 他就去製造這種巧克力 在裡面放毒 那毒 他這麼 他放一個是非常非常非常慢性的毒 這毒是檢驗不出來的 他不會一下把你毒死的 要讓你慢慢吃 吃了也不會馬上發作 那你不會發現 而且還沒完 他又把另外一個引誘這個毒 發作的慢性毒 對 放在他的牙膏裡面 牙膏我天天要刷牙 你要知道他喜歡用什麼牙膏 對 你還要讓他買你的牙膏 然後你還要把這個牙膏裡面的毒 檢測不出來 結果他用兩種毒 雙管齊下 雙管齊下 兩種毒會互相誘發 你知道用了多少時間才把它毒死嗎 半年後毒發 他可以等半年 讓毒性在身體累積半年 對 累積半年最後被毒死 完全按無聲息 我告訴你 要不是以色列把它公布出來 到今天沒有人知道 他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瓦迪哈勒是怎麼死的 就想這一次 BBCO事件 如果Tom真是摩薩德的特工 他居然以色列從三年前 就開始看中我們中華民國的廠商 就開始布局到今天 多麼的可怕 這則新聞實在太驚悚 到現在驚魂未定 觀眾朋友 在中東真主黨超過4000名的成員 居然同一個時間幾千人身上配掛的BBCO 口袋裡的上衣的掛在任何地方的 居然同時引爆 造成將近20個人死亡 4000多個人輕重傷 呼叫器這種東西已經很多年了 沒有使用在我們一般民眾生活上面 但是這一次在貝魯特所發生這樣一個爆炸 居然被懷疑講說 真的元凶就是所謂的呼叫器 也就是你剛剛提的這個BBCO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實上在17號下午的時候 居然他們來使用這個BBCO的民眾 居然有人就聽到說 我的呼叫器怎麼突然就響起來 結果響起來沒有多久 居然就發生了爆炸 你知道嗎 這個不是一個人 這個是你看亂成這樣的現場 此起彼落 你能不能想像幾千個人 同時在那個瞬間一起爆炸 那很可怕 現在根據這個所謂的訊息來講 截至到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 最少超過十個人死亡 而且造成四千多人這個傷亡 所以代表是他整個的爆炸的這個威力 可能不是很大 但問題是他引爆的地點非常非常多 所以有上千支的這個呼叫器是同時爆炸 那現在按照他們現在黎巴嫩 自己本身調查的這個結果 他們認為說整個呼叫器爆炸的原因 不是只是單純的說我的電路秀的或什麼 他說第一個 他在這個所謂的電路板下面 事實上有被人家埋藏的所謂的引爆的裝置 他透過什麼 透過簡訊來引爆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們居然在這個所謂呼叫器的內部裡面 找到了3到5公克的微量炸藥 那這樣一個炸藥 你會覺得3到5公克好像不大 但為了他爆炸的這個地點 跟他的這個所謂持有的這個 反而造成這麼嚴重的死傷狀態 就是你現在描述的 不是一個 兩個 五個 十個 五千個耶 一種一種一種 從黎巴嫩的這個工廠 送出去的BB Code裡面 居然出了這個工廠 五公克的造藥 已經被埋在BB Code裡面 隨時等著昨天這一刻的驚悚 同步引爆啊 所以現在大家非常好奇的是 如果你今天拿到的是 來路不明的這些所謂的BB Code 你很有可能是被埋進去的 但他本來設置的工廠 就是在黎巴嫩裡面 那是不是有人滲透進去的工廠呢 因為你知道嗎 現在被傳出來說 很有可能是摩薩德 已經策劃最少2到3年的時間裡面 為什麼 第一個 它在呼叫器生產階段 可能就已經被植入了炸藥 因為當你開始這個呼叫器 接收到訊息的時候 等於是啟動了 它這個所謂的啟動碼 那這個發出BB聲之後 就開始爆炸 而且你知道 就周邊的人來講 你在畫面上有沒有看到 好多人其實他都是 覺得我的BB Code 怎麼開始在響了你知道 甚至是什麼 感覺稍微說 我口袋裡面這個BB Code 怎麼變得很熱很熱 你看畫面上面那一個 倒下去的戴帽子那一個 他把他那個呼叫器放在包包裡面 結果一爆炸下去之後 他躺在地上哀嚎 旁邊的人 其實你看旁邊那個 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還想說你怎麼擋在這個地上 但是周邊的人都跑走 就是他的BB Code 就發生了這個爆炸 所以你知道嗎 他們都講說 他們一致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過程當中 都覺得說口袋先非常的熱 然後把手放進口袋 想說到底什麼東西這麼燙 不是BB Code嗎 結果沒有想到接下來 這個呼叫器就被引爆了 國民們再看一下這段畫面 一引爆的同時 俯拍的鏡頭 兩個人要逃離 撞在一起有沒有 換句話說 這個爆炸不是來自於 單一一個人身上的BB Code 而是很多人身上 當你握有這個BB Code的時候 你是一起同時被引爆的 這個是怎麼難以想像的 這個可怕的情況 而且你剛描述了 發燙低頭查看 下一秒就引爆 這個三部曲 就在短短的三秒之內 會發生的事情 難道都在摩薩德 最後狙殺的劇本裡 他找料到 你會有這三個動作 所以如果放在這個口袋 我低頭一看 我會炸到我的脖子 炸到我的臉 炸到我的眼睛 可能包含心臟 放在口袋裡 我就會炸到鼠息部 是 而且如果你在旁邊 有這個所謂易燃物品的時候 很可能就發生另外一次的 這個大規模的爆炸 所以現在大家就非常質疑講說 如果我今天這個引爆的地方 是來自於呼叫器 而且這麼大規模幾千支呼叫器同時引爆 那一定是做呼叫器的廠商有問題 好 到底是誰做出來的 很有炸彈的呼叫器 來 導播我們來看看這張圖 這個是整個炸毀之後的樣子 你有沒有看到這是什麼 這是條碼 你看到放大以後 條碼在這個地方 一查下去不得了 居然來自於 台灣Republic of China 這個是台灣做出來的BB Call 那我們就被捲入了中東的爭端了嗎 事實上只要有條碼 就可以做溯源 那這一溯源出來之後 第一時間傳出來說 這一批這個所謂的呼叫器 是由台灣的廠商一個叫做 金阿波羅的這個公司所製造的 而且還講說 這些呼叫器是不是來自於台灣呢 結果這個金阿波羅的董事長 許清光 他立刻就出來否認 他說什麼 他說這一次爆炸的呼叫器 百分之百不是台灣製造的 是所謂的歐洲公司製造 而且為什麼 他就講說我們東西被人家貼牌上去 所以製造的其實不是我們 只是被人家貼了我們的牌子 所以他說金阿波羅也是受害者 他們要提出跨國的告訴 貼他牌的這個人 我們進一步深挖進去 是三年前前來談合作的歐洲經銷商 他說既然你們大名鼎鼎 我就在歐洲幫你開拓市場 但是讓我們製造 你授權給我 我們貼你的牌 其實把市場搞大 把市場做大 有錢大家賺 倒也沒有問題 可是怎麼會在三年之後 捲入了這一起無端的中東殺戮呢 所以現在大家非常好奇說是 你是不是在原先在黎巴嫩設廠的時候 人家就已經規劃進去了 你在工廠製造端的時候 就已經把炸 否則你今天要每一個一個拆開 然後把東西埋進去 最重要的是 不是買那個3到5克的炸藥 是你如何讓你的接收器的那個碼 接收了會變成爆炸碼 那個要在原始端的時候 設計就要把它埋到裡面去了 所有剛剛人去形容的這一些 埋進去的動作 我們就高度懷疑 現在世界媒體都盯著看 是摩薩德所為嗎 而且現在外界也認為說 摩薩德為什麼在這次要同時做 引爆這麼多隻的這個 所謂的呼叫器 他其實也在行訴一個很恐怖的一個形象 就是我今天隨時都可以掌握你在哪 而且我可以掌握你的性命 被盯上的都沒命了 對摩薩德來講 其實你講說暗殺這些 他沒有要跟你搞秘密的 為什麼 在他們的想法裡面 我就是要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而且要讓全世界都知道 這個事情是我幹的 你才不敢欺負我 所以你剛剛提到了 這個其實是當年非常有名的 一個阿道夫 那個艾希曼的一個被綁架的一個事件 那事實上在過去這個以色列 那個猶太人被大屠殺的時候 那根據他們的調查結果 就是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個叫做艾希曼 就是在猶太營的這個所謂的集中營 猶太人的集中營裡面 大幅去按那個屠殺猶太人的這個兇手 你知道嗎 他被形容是納粹最後的筷子手 我如果沒有除之而後快 我怎麼扛得起 對得起摩薩德的這一塊金字招牌 那個艾希曼他自己也知道 就以色列對他恨之入骨 所以二戰之後他居然 他就躲到那個戰俘裡面 然後偷偷的就離開了這個 這個他們在追捕的地方 歐洲 跑到了這個阿根廷去 跑得更遠了吧 那結果摩薩德 我跟你講他跑很遠 但是摩薩德沒有放棄你知道 摩薩德就一直派人去找他的行蹤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以艾希曼來講 他不斷的那個義容 然後也不斷的改變他這個外貌 所以其實摩薩德當時要抓他的時候 也費了非常大的一番功夫 結果你知道嗎 居然有一天 這個摩薩德這邊接獲一個密報 那有一個這個眼睛看不見的 這個猶太人 他說 我跟你講 他就通知那個相關單位 就說我的女兒在跟有一個 這個男孩子在交往 可是我覺得那個男孩子的那個爸爸 很有可能就是我們現在 大家在追捕的這個艾希曼 那你知道嗎 當時大家就覺得說 怎麼可能 結果這個看不見的這個猶太人 他就講說 因為我有聽到我的女兒 跟他兒子在 跟他的男朋友在講話的時候 他有提到說猶太人應該全部都離開這個世界 甚至還提到說 哇說什麼你爸爸是什麼 什麼大屠殺的這個姓存者 他就覺得很奇怪 言談之間 小孩子怎麼可能會提到 當年大屠殺的這個事情呢 這就是線頭 然後順藤摩瓜 摩薩德一步一步進兵 當時如何 不怕打草精蛇 遠距離去測他的下巴 去測他的鼻樑寬度 去測他的瞳孔寬度 摩薩德可以做到這樣啊 事實上第一次摩薩德要去抓人的時候 他們以為說不可能 這怎麼會是他 所有錯失的良機 第二次呢 再被追蹤到這個所謂的艾希曼 那個行蹤的時候 你知道嗎 後來的摩薩德不敢大意 他們先派人啊 遠遠的偷拍他的照片你知道 那照片一拍下來之後呢 他是現在的這一個 疑似是艾希曼的人 他們手上有幾十年前那個艾希曼 原來的這個照片 五官 你知道嗎 他們居然慢慢的拿去比對 比對什麼 他說你人再怎麼易容跟改裝啊 你的眼睛瞳孔跟瞳孔之間的距離 不會改變 還有你鼻子跟下巴的這個距離 你可能可以改你的外貌 但是那個公分多少 你改變不了 人中這個地方沒辦法改的 完全沒辦法 所以他們用這個方式去比對 比對之後 發現到說 這個應該就是他們已經抓 找了好幾十年的這個 叫做艾希曼的這個本人啊 就是他了 最後只剩抓拿 怎麼把他抓活的抓回以色列呢 你知道嗎 很多人就覺得說 不對啊你就暗殺他就好 把他殺掉就可以 他說不行 我們就是一定要讓全世界知道 我們要抓的人一定抓得到 所以你知道嗎 他們那時候就去找說 艾希曼你本身這個固定的行蹤 那時候就聽到說 他每天都會搭公車你知道 那搭公車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策劃 就說你公車什麼時間到哪個點 所以我們人上去這樣抓 然後把他給這個 把他給帶走這樣 結果沒有想到那一天在行動的時候 還真的你千算萬算 有時候會失算 因為那天公車剛好誤點 他晚了二十幾分鐘 你知道當時參加這個 所謂的綁架的幹員 他們就講說 那真的是他這輩子最難熬的一次 為什麼 他很擔心任務失敗啊 那結果呢 曾經成功的把這個所謂艾希曼 這個來下來之後 因為他給他先用那個麻醉藥 讓他給迷昏 可是重點是 你今天是在哪裡 你在阿根廷這邊 我要把他帶回以色列 結果你知道嗎 他們居然動員了大量的人 他們把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把艾希曼打扮成說 他是一個受傷的人 你知道嗎 然後坐在那個輪椅上面 也不能動這樣 然後大批的幹員自己化那個 假扮成醫護人員喔 然後呢上了一架這個所謂的 以色列的專機啊 那上這個以色列專機之前 他們也都很擔心說 會不會被人家發現啊 因為我這是掘人耶 沒有到勒索 但我這抓人 會引起國際糾紛啊 結果你知道 這件事情最扯的 也是在所有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情報裡面啊 被大家津津樂道的是 阿根廷根本不知道 艾希曼已經被抓了 就艾希曼 阿根廷完全不知道說 我們有人被把 兩三個禮拜的時間 都不知道說 我們少了這樣一個人啊 醫生是假的 空服員是假的 全部都是摩薩德的幹員 全部都是這樣 所以一直到了他們 上飛機的時候 他們幹員才覺得 全部都鬆了一口氣 而且立刻就糟告全天下 講說我們當時要抓的 屠殺這個猶太人的兇手 我們現在已經把他抓到 我就問 如果像老闆說的 三年前是你來問我說 掛牌合作幫你經銷好不好 來問這個人 三年前耶 他不是摩薩德埋下的一個梗 養套殺 對台灣的廠商借刀殺人嗎 當然台灣被借刀了 因為台灣賣到阿拉伯國家 大家不會有懷疑 現在可能就會警備聲援 會影響到我們台灣很多電子產品 賣到阿拉伯國家的這種公信力 所以不只是這個金阿波羅公司損失不小 整個台灣的電子消費產品的外銷 也會損失不小 這個以色列的情報組織在台灣活動 是已經有幾十年的一個歷史了 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過去因為大家有共同的目標 所以台灣的情治系統跟以色列情治系統 也有一些還算不錯的來往 經常會給我們台灣有一些幫助 但不管如何 這一次摩薩德可能算錯了一點 就是說他本來預料這批BB Code 是要賣給真主黨的一些武裝分子 那如果是賣給真主黨的武裝分子 產生這樣的問題 那是一個可以說是特務作戰裡面 一個極高等級的一個突破 一個創新 可是他怎麼會讓其中有一半 流到了醫院 護士 醫生 還有一些其他的民間人士手上 受害者只要卡到平民 你原來特務作戰的這種作用 就失去了意義了 你變成是屠殺平民 所以這個對摩薩德來講 生意也會受很大的影響 我們台灣也跟著受到影響 而且摩薩德在兩年前 就來找你當代理商 台灣的代理商 竟然不會不宜有他 覺得這個人是澳洲人 這個人是幫我帶你到歐洲去 等等 不宜有他 但是今天要弄得癥結 就是說這個產品是在哪裡生產的 五七報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中午過後 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點到11點 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報新聞 君相還有優秀的五七報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華 真 像 加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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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